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 在过去20年的外交努力 都没有能够阻止朝鲜拥有核武器后 现在显然是需要采取一种不同的策略 蒂勒森星期四作为主管美国外交事务的国务卿 在他亚洲之行的第一站东京表示 他此次东亚之行的日程 包括了与日本、韩国和中国 就如何解决朝鲜问题交换看法 蒂勒森在与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 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 朝鲜和朝鲜人民不需要担心美国 或其他在这个地区的邻国们 这些邻国只希望与朝鲜和平共处 蒂勒森还表示正因如此 美国呼吁朝鲜放弃核项目 以及弹道导弹项目 并且避免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为 蒂勒森还进一步誓言 美国对捍卫日本及其他盟国的承诺 不会动摇 蒂勒森星期五将赴韩国 之后他将把中国作为他的最后一战 在中国他的行程包括了 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 这位美国国务卿在星期四表示 中国在敦促朝鲜放弃核项目的问题上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鼓励中国彻底执行 意在向朝鲜政府施压的联合国制裁 蒂勒森还表示 我们将与中国讨论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问题 我们认为他们可能考虑采取有助于改变朝鲜对核武器态度的行动 包括日本和韩国都有美国驻军都位于朝鲜导弹的射程范围内 日本和韩国支持美国对朝鲜增加外交和经济压力的努力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布声明表示 美日韩三个盟国为了促进协作能力 在星期三在朝鲜半岛以东日本以北的海域进行军事演习 蒂勒森与习近平的会晤还将为4月初 美国总统川普与习近平在佛罗里达的会面预作准备 蒂勒森此行的随行记者只有一名 而在传统上一般是有大批记者随同国务卿出访 我们看到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星期四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这场共同记者会 就美日强化合作一致对付朝鲜的核扩散 提出了明确的说明 我们现在为您连线正在日本东京进行采访的 美国京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湘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 荣湘你好 玉文你好 是荣湘我们知道这场美日外长的双边会谈 引发了很多关注 到底这场25分钟的记者会上双方透露了哪些重点呢 两国确认了美日二加俄会谈 也就是美国和日本之间外交以及国防部长之间的安全对话至关重要 蒂勒森表示这是他第一次以为国务卿的身份访问日本 也说明了美国与亚太关系的重要性 他还表示美国与日本的同盟关系是维持亚太地区和平 以稳定的重要基石 未来两国将密切继续密切地合作来对抗来自朝鲜的挑衅行为 蒂勒森还呼吁中国要运用一切的影响力来推动朝鲜半岛的非核化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怎么说 至于在鼓励朝鲜放弃核项目的问题上来自中国的支持 我们的确认为他们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中国是朝鲜的经济和贸易活动的主要来源 而且中国长期以来在他们的政策中表示也希望朝鲜无核化 中国投票支持联合国决议 所以我们希望中国履行其义务 并彻底执行联合国决议要求的制裁 我们将与中国讨论 我们认为他们可能会考虑采取的进一步行动 这可能有助于改变朝鲜对其在未来放弃核武器的需求的态度 日本外相岸钱文雄他则表示 目前是美国针对朝鲜政策进行检讨的时候 这个时机相当适合 那么日本政府也就此表达了日方的态度 不过目前细节还不宜对外提出太多说明 另一方面针对东中国海的岛屿纠纷 也就是日本所谓的间隔猪岛 中国所谓的钓鱼岛 美国也重申了一贯的立场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姓蒂勒森怎么说 我们可以肯定1960年签署的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 覆盖了间隔列岛 我们反对任何试图破坏日本对间隔列岛的管理的单边行动 现年度美国政府新的预算在星期四公开宣布 其中针对国务院的预算大幅进行了削减 对此美国国卿第二森表示 过去几年国务院花钱的方式并不是永续的方法 那么他也预测未来几年 美国所必须介入的军事冲突会越来越少 因此他愿意接受美国总统川普对他提出来的任务 以花更少的钱来做更多的事 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荣香 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